我有时候告诉别人一个故事的轮廓 人家听不出好处来 我总是辩护似的加上一句 这是真事 仿佛就立刻使他身价实性 其实一个故事的真假 当然与他的好坏毫无关系 不过我确实爱好真实 到了迷信的程度 我相信任何人的真实的经验 永远是意味深长的 而且永远是新鲜的 永不会成为烂调 赤地之恋所写的 是真人实事 但是小说究竟不是报道文学 我除了把真正的人名 与一部分的地名隐去 而且需要把许多小故事 叠印在一起 再经过检材与组织 画面相当广阔 但也并不能表现 今日的大陆全貌 譬如像五反 那是比三反更深入地影响到一般民众的 就完全没有触及 当然也是为本书主角的视野所限制 同时我的目的 也并不是包罗万象 而是尽可能地复制当时的气氛 这里没有概括性的报道 我只希望读者们看这本书的时候 能够多少嗅到一点真实的生活气息 第一集 皇城滚滚的中原 公路上两辆卡车一前一后 在两团黄雾中行驶着 后面的一辆 有一个穿解放装的人 站在车门外的踏板上 是司机的助手 一个胖蹲蹲的中年人 他红头胀脸的 急得两只眼睛都凸了出来 向前面大声呐喊着 前面是一辆运煤的大卡车 开得太慢 把路给堵住了 他把喉咙都喊哑了 前面车声隆隆 也听不见 或是假装听不见 好容易到了一个转弯的地方 前面的卡车终于良心发现了 退后一步 让后面这一辆走在前面 哎 我们也开得慢些 那助手向司机说 让他们也吃点灰土 司机点点头 助手把一只手臂攀住车窗 把身体扭过去 往后面看着 笑嘻嘻地十分高兴 但是忽然之间 又仗红了脸大喝一声 他妈的 也让你们吃点灰 车上挤满了一车的年轻人 都笑了起来 也有人说 这司机的作风不好 应当检讨 他们都是北京几个大学的学生 这次人民政府 动员大学生参加土改 学校里的积极分子 都抢着报名参加 这一支土改工作队 就是完全由学生组成的 内中 也有几个是今年夏天新毕业的 像刘全 他坐在颠簸最厉害的车位 两只手臂松松地环抱着 架在膝盖上 天气虽然已经入秋 太阳晒在身上 还是火烫的 他的蓝灰色夏季解放装 被汗水浸湿了 凌凌然贴在背上 树上的缠声 支压支压叫得热闹 那尖锐而高亮的歌声 也像眼前这条大路一样的 无穷无尽 笔直地伸展下去 刘全心里说不出来的痛快 一蓬蓬的热风呼呼吹过来 卷起一阵阵的沙土 扑在脸上 就像一层粗糙的沙面目 不停地在脸上拍打着 阳光和风沙使他睁不开眼睛 他皱着眉毛 眯起着眼 然而仍含着笑容 人个子很高 棕黄色的瘦瘦的脸 眼睛很小 右甲有一个很深的酒窝 东方红太阳声 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靠近车头的一个角落里 唱起来了 前面来了一辆罗车 卡车往路边一歪 半棵槐树和一大丛青炉 都扫到车子里面来了 支支叶叶擦得吃拉吃拉 响成一片 女同学们尖叫起来 纷纷躲藏着 往旁边倒过去 更加挤成一团 大家又是一阵滑笑 有一个女学生扭下一根树来 在同伴的背上敲着 打着拍子 唱了他们新学的土改歌曲 团结起来 嘿 重地的庄家汉 然而 他们最爱唱的 还是几支熟悉的 我们的中国这样辽阔广大 刘全最喜欢这个歌 那音调里 有一种悲凉的意味 使他联想到一种 天苍苍野茫茫的境界 同时他不由地想着 一群人在及时的卡车上 高搁着穿过广源 这仿佛是苏联电影里 常看见的镜头 大路渐渐瓦险下去 两边的土坡渐渐高了起来 像光秃秃的黄土墙一样的夹道 矗立着 这是因为土质松软 罗车的铁壳轮子 一年就是一道沟 千百年来的罗车 老在这条道上走着 路就成了个土沟 有一两丈深 坐在卡车上 只看得见平原上 黄绿色的树梢 有人闹 坐得腿发麻 大家尽可能地调换位置 人丛里 有一个美丽的女孩子 现在挪了个方向 朝这边坐着了 她的头发剪得很短 已经没有电烫过的痕迹了 但是烧上 还微微有些卷曲 脸形圆中带肩 小小的微秃的鼻子 薄而红的嘴唇 漆黑的一双眼睛 眼烧撇得长长的 有一道身痕 她的蓝灰色的列宁服 袖子高高地卷了起来 只卷到肘弯上面 手臂似乎太瘦一点 然而生在她身上 就仿佛手臂瘦一点 反而更显出一种 少女的情味 大风把一片小绿叶子 刮了来 贴在她头发上 不同学校的人 本来是彼此不认识的 上车以前 大家曾经挨次 爆出自己的名字 但是自我介绍这件事 总觉得带点滑稽意味 所以谁也不好意思 郑重出之 不过笑嘻嘻地 随便咕弄这么一声 人多 有许多人仍旧闹不清楚 然而像她这样的人 自然是引人注目的 她自己报名 说叫黄娟 是燕京这一期的毕业生 大概全车的男性 没有一个没听清楚 刘全当然也不是例外 也是因为 这人实在太美丽了 偶尔看她两眼 就仿佛觉得 大家都在注意她 她憋过头去 手里拿着帽子当扇子 在胸前 一下一下地扇着 扇了一会儿 自己又觉得 这是多余的 车子开得这样快 风呜呜地直吹过来 还要扇些什么 于是把帽子 戴到头上去 但是跟着 又来了第二个感想 这样大的风 帽子要吹到汽车外面去的 赶紧又摘下来 看看别人 谁也没戴着帽子 自己的帽子 本来是不是戴着的 倒记不起来了 越想越觉得恍惚起来 她没大听见 她和别人说话 但是她仿佛非常愉快的样子 常常把她的一把伞 伸到车外去 插到树丛中 擦得她 刷刷响着 弹得跳起来 车子里禁忌下来了 只听见车声隆隆 大家唱得喉咙都干了 没有再唱下去 折了根树打拍子的 那个女孩子 叫于林 是刘全的同学 她远远地 把那马鞭子似的树枝 伸过来 在她肩上打了两下 哎 刘全 刘全 还有多少路啊 她没有马上回答 她那树枝又打上头来 哎 刘全 走了一半路了吧 她偏着头 笑嘻嘻地望了过来 她觉得 黄娟也在望着她 问我有什么用 你问司机 她微笑着 心里却很不愿意 大家同学 本来也无所谓 她这神器 倒像他们是 极熟的熟人似的 很容易使别人 发生误会的 她告诉自己说 现在他们都是干部了 下级干部 最记闹男女关系 而且现在 他们是出发去做一件 最严肃的工作 这种作风 要给领导上 一个不好的印象 在这一个集团里 代表领导上的 是张力同志 张力是个党员 是文化局派下来的 作为他们这工作队的负责人 她大概有三十岁年纪 高个子 很富态的一张长脸 胡叉子很重 两个青绿色的腮帮子 厚厚的淡紫红的嘴唇 在一群青年人里面 更加显出她的沉着 她坐在一边 只是微笑着 刘全认识的人最多 替她一一介绍 刘全在北大的时候 是学生会里的一个活动分子 和其他几个大学里的学生组织 经常的有接触 她口才虽然不见得好 人很诚实可靠 又是青年团的团圆 张力显然很倚重她 将她当作这一群人的领袖看待 太阳晒得头痛 大家背对背坐着 都躲着了 卡车颠得厉害 考古磨得实在痛 就又醒了过来 就这样昏昏沉沉地 醒了又睡 睡了又醒 刘全最后一次醒来 空气里忽然闻到一阵 极浓的土腥气 但是并不是土腥气 而是一种沙土的清香 原来下起雨来了 这卡车上面 一点掩蔽也没有 然而这一下雨 大家反而振作起精神 又高声唱起歌来 车也开得更快了 因为地下的浮土化为泥香 像西周似的又黏又滑 车轮就快转不动了 哎呀 快到了 马上就到了 大家互相安慰着 车子如果突然抛锚 在这前不沾村 后不着电的地方 那就只有摸黑 走到寒家驼 连一盏灯笼都没有带 天已经黑了下来 风景也渐渐变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 汽车已经持出了土沟 眼界陡然一宽 黄昏的天色绿阴阴的 上上下下都像是浸在一个绿玻璃缸里 阴暗而又明晰 哎 到了到了 一片欢呼声 大路旁边一片高粱地 高粱街子长得比人还高 正是轻杀杖的季节 过了高粱地 路边渐渐就有些菜园 夹杂着一块块的坟地 偶尔也有一两间茅屋 然后就看见一丈来高的一道黑土墙 绵延不绝 土墙上挖着大大小小几个门洞子 在一瞥之间 可以看见里面的许多灯火人家 这一带的村庄都住上这样一个土围 围在外面防御土匪 忽然一阵锣鼓声 土围子里涌出一束灯火 也有红星灯 也有普通的白壳灯笼 还有火把 火光在雨中流窜不定 隐隐约约 可以看见一台小孩和少年男女 在那里扭殃阁 一路扭了出来 红绿绸子的飘带都淋湿了 哩啦哩啦的 又看见一些民兵 头上扎着白毛巾 许多人摇动着红线纸旗 喊着口号 这雨下得人心慌意乱 也听不清他们喊些什么 但是大家当然也知道 这是村子上的人冒雨出来欢迎他们 大家心里不由的一阵温暖 也都极力地挥着手 大声欢呼着 就在这个时候 卡车已经在人从中开了过去 吃啦吃啦溅着泥浆 灯笼火把都东倒西歪挤在一边 让出路来 卡车并没有开进村口 仍旧往前走了一截子路 然后才戛然停住了 大家这就背了背包 从车板子上跨过去 扑突扑突跳下车去 隔着一大片亮汪汪的泥潭 那边有一座庙在土坡上 庙前挂着两盏白壳灯笼 发出那昏黄的光 照着两块纸扁 扁上有 三驱寒家驼小学校字样 这时候扭秧个的人也跟了上来 大罗小罗一声当当敲着 那雨却下得更紧了 有两个干部模样的人跑上来招呼着 让工作队的人到小学校去 刘犬只顾照应着大家 一个人落在后面 那黄娟跳下车去的时候 把伞收了起来 一下车再撑开来 但是风太大 挣扎了半天才撑开了 他打着伞赶上去 看见刘犬弯着腰往上跑 抬起了一只胳膊来挡着脸 他就叫了一声刘同志 把伞往他那边移送 行行 刘犬先客气了一声 然后也就接过伞去 说我来我来 他代撑着伞 却拿得离他自己远远的 也并不一定有意这样 他对于他总有一种特殊的感觉 总仿佛他和一切别的女性 都不同些 这伞本来不大 完全照在他头上 在他这一方面 反而比没打伞的时候 淋得更厉害 那雨水沿着油纸伞的边缘 亮晶晶地成片地流下来 正落在他头上 黄娟也觉得 当然也没好说什么 但是大家并排走着的时候 就靠近他些 紧挨着他走 这样总算这把伞 不是完全一面倒 那成片的雨水 也不再淋在他头上 变为淋在他肩膀上了 然而这时候 也就到了庙门口了 先到的一批人 都挤在盐下 抖帽子的抖帽子 拧裤脚的拧裤脚 洒了一地的水 他们这一队 最后来到的 大家都望着他们 刘全自己告诉自己 那是他心理上的作用 他仿佛觉得 大家对于黄娟 总特别注意些 说是虎视眈眈 也许太过分了 但是空气里 似乎确实有点异样 一上了台阶 他把伞交还给黄娟 谢了他一声 就匆匆地走开了 几个村干部 围着张力说话 张力给他们大家介绍 织布书记里向前 是一个瘦子 穿着一件高领子的 白布小挂 一双很精灵的大眼睛 眼泡微微凸出来 同志们来了 我们心里 真是说不出来的喜欢 李向前说 你们都是有文化的人 我们都要向你们 多多学习 哪里哪里 是我们要向你们学习 你们干部 是最接近群众的 张力说 同志们肚子一定饿了 李向前对农会组织 孙权贵说 快让他们烙饼 又向工作队员们 抱歉地笑着说 预备了三十斤白面 五十个鸡蛋 这天热 肉留不住 也没敢杀猪 不准知道 今天来得成来不成 哎 可千万别费事 我们有什么吃什么 张力说 不用吃白面了 刘全插进来说 其实也不用 另外给我们做饭 大家都去吃派饭得了 李向前搔着头皮 把眼睛望着他们 嘴里稀溜稀溜地笑着 哎哟 下这么大的雨 就在这吃一顿吧 早一点歇着 同志们 今天也辛苦了 是啊 也不费什么事 东西都现成 都现成 孙权贵说 我看呢 我们也不必和大伙闹对立 张力微笑着向刘全说 无论什么事呢 总得结合实际情况 不能死脑筋 说一定要怎么着怎么着 那也是一种教条主意 说到这里 呵呵地笑了起来 刘全真没有想到 一开口就碰了这么个钉子 再一想 究竟自己是个没有经验的人 这次下乡 也不过是来见习见习的 大概张力嫌他锋芒太露了 故意当着人挫折他一下 好在工作队里 建立起威信来 他这样想着 心里虽然仍旧有些不平 也就忍耐下去了 脸上也是含着微笑 张力问李向前 当地有多少党员 又问了些别的话 说明天要各种团体 分别开会 传达政策 干部都到齐了 农会主任 副会主任 民兵队长 村长 村妇 织部组织 织部宣传 他们大都 还带有几分农民的羞涩 静静地蹲在房门口 听着这边说话 也有蹲在眼下的 民兵搬着鸡蛋蔬菜 出来进去忙个不了 侧屋里 发出烙饼的香味 刘全不看见那两个司机 问别人 都说不知道 他出去找他们 去叫他们来吃饭 不知道什么时候 雨已经停了 一出庙门 几棵大槐树 速速地往下滴水 还当时又下起雨来 然而地上 已经微微有些月光了 卡车的黑影 矗立在路边 有一群人 围在车子旁边看着 指指戳戳 刘全向那边走过去 远远地听见 父女和小孩说话的声音 不许动 女人呵斥着 下来 还不下来 打死你 小孩带着哭声说 亲亲嘛 亲亲的亲亲嘛 汽车喇叭 滴滴地嘟一响 大家都笑了起来 女人仍旧赤骂着 哎 这些人是屈上下来的 还是县里下来的 另一个女人的声音 我也不清楚 一个男子回答 说是要闹斗争了 骂孩子的女人说 不是说要分地吗 没有人回答 后来正是那男子 说了一声 地也要分的 斗也得斗 哎呀 不斗光分地不行吗 不斗还行啊 叫斗就得斗啊 她的妻 在旁边 仿佛有点不安起来 回去吧 孩子她爹 一群人徜徉着走开了 女人们抱着孩子 刘全听他们 说话的声音 就猜着 两个司机 绝对不会在卡车里面 走过去一看 果然车子 在家里黑洞洞的 一个人也没有 她愁愁了一会儿 才追了下去 向那男子 喊了一声 哎 老乡 刚才那两个开车的 上哪儿去了 你们看见没有 他们回过头来 望着她 一个赤裸着身子的 小男孩站住脚 呆呆地向她望着 手里拨弄着一个 细竹签搭的框架 大概是刚才 拿着去欢迎 他们的一盏红星灯 被雨淋的 只剩下一个星形的架子 上面还挂着 两三条破烂的红纸 他们没有说话 刘全以为 他们不会回答他了 少和坐车去了 那男子突然向那边 一座小白房子指了一指 然后他们很快地 继续往前走 只有那小男孩 还挺着龙起来的肚子 站在那里 眼睁睁望着他 拨弄着那竹签编的架子 小顺 富人粗声呵斥着 小孩也跟着他们走了 刘全站在那里 倒待了一会儿 然后他慢慢地 向合作社走去 这大路边上荒凉得很 偶然有两所房屋 都是高粱街子扎的墙 只有这合作社是个瓦屋 里面仿佛点得很亮 窗纸上人影床床 刘全觉得很奇怪 这时倒还开着门 这两个司机 也不知道跑到合作社 去干什么 这乡下地方 有什么东西可买的 而且他们明天一早 就要回城去了 他心里正这样想着 远远地看见 合作社的门一开 两个人走了出来 月光照在那白粉墙上 这两个人对着墙站着 就尿起尿来 他们嘴里闲着的香烟头 在黑暗中 发出两点红光 刘全突然往后退了一步 隐身在刮棚底下 他听见那两个人 说话的声音 有一个人听去很耳熟 就是那农会组织 孙权贵 闹不起来的 他在那里说 我们这儿 连个大地主都没有 不像七里堡 他们有大地主 三百寝帝 看起来多有劲啊 你听见说没有 帝还没分呢 大红愁面子的被窝 都堆在干部炕上了 他们一面说着话 系着裤子走了 刘全缓缓地 向合作社走过来 心里也说不上来 有些什么感想 只觉得悄然 一推门进去 迎面拦着柜台 靠墙又有一个 贴烧饼的炉子 一个擀面的柜台 一块砧板 有两个人 站在柜台前面喝酒 柜上有一只 小小的黄泥坛子 哟 怎么跑这儿来了 刘全走上去 拍着两个司机的肩膀 等着你们吃饭呢 啊 你也来一碗吧 同志 司机说 淋得这么浑身稀湿 要生病的 你不喝一点 去去寒气 哦 不喝了 你们也喝得差不多了 可以去吃饭了 两个司机吃得脸红红的 亮亮呛呛 跟着他一同出来 回到庙里吃了饭 大家就预备安歇 男女队员各站一间教室 腾出地方来打地铺 在那青石板地下 铺着一堆堆的高亮阶子 吹熄了灯 那迷离的月光 就从窗格子里照进来 照在地下 成为朦胧的白玉古前的图案 院子里叽叽咕咕地重生 加上雨后的蛙声 响成一片 屋子里面 又常有一种 哭哧哭哧 扑拉扑拉的声音 也不知道是老鼠还是蝙蝠 还是风震着那破烂的窗子 使人听着心里 老是不能安定 虽然这样 大家实在困倦得很厉害 不久也就憨声四起了 刘全心里有事 一直没睡着 翻来覆去的 身底下的高亮阶子 老是稀疏作声 睡久了 那青石板里 透出一股子寒气来 秋后的蚊子也非常厉害 大概是他拍蚊子的声音 把张力惊醒了 他看见张力 从铺位上坐起来 踏上鞋走了出去 想必是去解手 过了一会儿 张力回来了 坐了下来 沉重地打了两个哈欠 在黑暗中 只看见他的汗背心的白影子 你还没睡着啊 刘同志 他问 睡不惯吧 刘全本来想说 被蚊子咬得睡不着 但是听张力的口气里 似乎含有一种谈笑的意味 就不愿意这样回答 他顿了一顿 然后微笑着说 啊 不是的 我在这儿想着 这村子的情形不简单 哪儿的情形不简单呢 怎么 你听见什么话了 张力似乎很感兴趣 从口袋里摸出一包香烟 自己先抽出一支 把盒子扔到刘全的铺位上 让他抽烟 刘全走过来拿养火 在他旁边坐了下来 把孙权贵的话告诉了他 张力听见说 七里宝还没有斗争 地主的被窝 倒已经堆到干部的炕上去了 他笑了起来 哈 干部 的确有许多已经腐化了 生活呢 也一味地追求享受 不过我们搞工作 是不能撇开干部的 应当就利用这工作 来进行干部教育 他的语气那样坚定 态度又那样轻松 在这黑暗中听着他说话 刘全不由地就觉得 心里踏实了许多 他又告诉他那几个农民的态度 几乎带着敌意 他们似乎反对斗争 嗨 农民嘛 本来就是落后 张力笑了 他们心里有多糊涂 你都不知道 就只看见眼前的一点利益 常常不识好歹 把人民的敌人 当是好人 常常动摇 常常靠不住 一脑袋的变天思想 胆子又小 树叶子掉下来 都怕打破了头啊 刘全非常惊异 想不到他把农民 估计得这样低 照这样 这土改怎么搞得起来呢 我们不是要走群众路线吗 走群众的路线 一方面得依赖群众 一方面就得启发群众 帮助群众 进行思想动员 刘全默然吸着烟 张力呼起一口痰 在喉咙里吐了出去 然后就躺了下来 在石板上庆灭了香烟 哎 你也小心点 别把高粱戒子烧着了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用创键